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点像鹰的那种感觉 这种作品是哈萨克族体材的 它是这一个服装上面的花纹 是用这个软桃把它贴上去之后 用这个工具把它雕刻出来 雕刻出这一种刺绣的纹路 不能体现咱们这个哈萨克族刺绣的元素 当软桃踩出所一人无少姐 我是从2011年从河南 然后考学来到新疆这边的 当时呢是学的是新疆旅游工艺品设计 开发这个专业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新疆也是很陌生的 来到新疆这边之后 记得最清楚的就是 来新疆第一个星期 我就自己就跑到那个塔巴扎去 我看到塔巴扎卖的那些 民主特色的一些工艺品 我就让我觉得特别的喜欢 然后自己呢又是做 又是学的这个专业 就是在这边生活的时间也比较长 对新疆的文化呀 还有新疆人呀 新疆这边的人情呀 然后也都特别了解了 也特别喜欢 在2017年呢 我去北京进修学习的时候呢 我到南部湖巷 看到了一家就是软桃店 他们就是做兔爷 我当时就被他们的这个文创产品 就吸引住了 在那个他们店里面待了将近有半天的时间 我就在想 如果我用软桃材树去做我们新疆题材的一些作品 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品呈现 回来了之后呢 我就开始就是专业这个软桃材树 软桃呢 它是一种新型的一种材料 材树呢 它是一种传统的一种技法 现在呢 就是软桃材树呢 我把它呢 就是和那个绘画 泥树 面树 彩绘 融合在了一起 就是用新型的材料 用传统的手法 把它表现出来 回来之后 捏出来的第一个作品是一个卡通人物 到时呢 我就觉得 啊 好可爱呀 我觉得 嗯 那把新疆元树 元树的这种东西 做出来 这么Q版 这种小肉 我觉得也是一种新的厂试 它最难的地方 我觉得首先 第一就是前期的一个构思设计 比如说我做一组场景的时候 嗯 有些你的想法可能 你的想法很好 但是你在做的过程中呢 嗯 可能遇到了瓶颈 那我怎样把这个瓶颈为了 打到我的这个想法 这个效果 就不断地去请教老师 嗯 有一次呢 就是我参加 这个 金凤凰 这个 文创产品大赛的时候 嗯 当时 在青岛那边 有一个 少数民族 也是维吾尔族的 就是看到我的作品 就让他想到了 他的奶奶 他的妈妈 他的爷爷 我当时 我就特别有感触 我觉得 我的作品 能让一个 他们本民族的 少数民族 能有这样的感触 我觉得就是 我最大的一个成功 其实我的作品特点呢 就是以场景为主 你可以看到 我基本上 所有的作品 都是场景 因为当我在 做这个场景的时候 我整个人 是进去的 就是跟这个场景 是融为一体的 我在做这个 打手骨的 这个老大爷的时候 我觉得 我是在打手骨 我在做这个 舞蹈动作的时候 我觉得我是在 跳这个动作 新疆的文化太多了 新疆厂居住的 有13个少数民族 这13个少数民族 如果都能 用我的 彩色作品表现出来 他们的 风土人情呀 还有他们的 自己的文化特色呀 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题材 这也是我今后 要命令要去做的 就是我觉得 在新疆这边 你可挖掘的这种 文化的东西太多了 因为我内地的一些 同学呀 还有一些老师 他们每年 基本上都会出时间 来新疆采风 然后我觉得 好多的内地人 他们搞艺术的 都来新疆采风 作为咱们新疆 本地的 有什么理由 不去发展 咱们新疆的文化呢 所以说 从这一点呢 我就更加的坚定 就是说 一定要坚持 自己的这个 软陶采素 这么手艺 就是想通过 自己的这个窗户 新疆各民族的文化 用软陶采素 场景的形式 展现给大家 就是让更多的人 了解新疆 感谢观看